我们这次和中间美国公司共同合作举办这次中美农业贸易论坛 主要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贸易站在这种形势下 我们希望联合中美两国的工商界包括这种贸易商也好 批发商也好 包括投资商也好 来共同推动探讨找到一个解决贸易摩擦的这么一个办法 实际上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种形势下 这是两国的工商界在对进一步扩大合作 无论是贸易也好投资也好这种愿望还是很强烈的 但是贸易摩擦贸易站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从我们服务企业开展互利合作的角度来讲 大家希望我们搭建一个平台 共同探讨在贸易战的这种形势下 如何来推动两国政府 或者说在各个层级各个层面去开展这种对话交流或者谈判 因此我们共同举办了这次中美农业贸易论坛 贸出会作为中国最大的这种贸易投资 粗底机构 我们在过去 在美国 贸出会在美国三十多年来 我们一致致力通过这种双向的贸易投资和商市法律服务 推动两国工商界开展这种合作 所以说我们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呢 希望两国的工商界 通过对话交流 求同存益 推动两国政府 尽快地来找到一种解决贸易战的 贸易摩擦的一种办法